各位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一个人的村庄》,作者刘亮成 我相信可能已经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十几年 为什么说它是一本好书呢?一提到村庄呢,我们就想到了农村的鸟鸟吹烟 想到了牛羊在夕阳中间归土的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 但是真正的村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认真地体会自己出生的村庄,成长的村庄的时候 村庄的一草一木一人,田地,天边,树林,到底是做怎样的状态? 如何在这个村庄中间感受千年的中国文化? 如何在这样的村庄中间感受人与大自然互相交融的活力? 如何去体会在艰苦的生活的条件下,村庄中间的那种 至少也有的浪漫和村庄中间给人带来的天人合一的感应? 那么刘亮成老师本身真的是一个一直在村庄中间生活的中国的优秀的作家 尽管我也在村庄中间长大,但是我在将来的村庄中间那里充满了三清水秀 刘亮成老师呢,生活在新疆的荒漠中间的,在这村庄中间 他是如何来描写这个村庄的呢? 他说,我投生到辟远荒凉的黄沙凉,来得如此匆忙 就是为了从头到尾看完一村人漫长一身的寂寞演出 我是唯一的旁观者,我坐在更荒远处,看到的是一大段岁月 我的眼睛和那些逃路的窗户破墙洞,老树枯一起,一动不动 注视着一百年后还会发生的永恒事情 夕阳下收工的人群敲门声,尘土中归来的马屁和牛羊 这本书中间的有些文字呢,还收录过中小学的课本 所以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 读一下刘亮成老师的《一个人的村庄》 会给你带来中国村庄文明的最栖深的感受